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岁的孩子 都排好队 不要乱跑 姐 欺负哥哥 姐 卢爷爷好些了吗 打黑 去那边吃草 嗯 好多了 能起来活动了 我找到了这个 你看看能治卢爷爷的病吗 嗯 就是这个 谢谢欺负哥哥 跟我客气啥呀 都是老家的兄弟 都听好了 把羊赶回羊圈 你们也都回去 咦 今天不用干活了吗 不知道 大黑 走了 我按他们的要求 总共三十头羊 比上次整整多了十头 可恶 这群喂不饱的豺狼 主人 我们得想想办法呀 不能老是这么受他们欺负 能有什么办法 现在整个西域都被他们控制着 这些羊不算什么 但愿女亏妹妹的孩子 能平安无事 那孩子也是华夏人 您是真担心那孩子的安危吗 我们和主人说话 你插什么嘴 卢 你说什么 那孩子也是华夏人 您真的担心他的安危吗 女亏是我的表妹 她的孩子 我当然担心 我知道这孩子在哪 主人 那孩子现在在哪里 快告诉我 你得发誓 不会伤害这孩子 我才能告诉你 我选得向白狼神发誓 这孩子就是跟我住在同一间屋里的捡 乱快 去 把他带来 是 主人 您真的相信这个华夏人 嗯 放开我 你拉我干嘛 放开我 陆爷爷 大黑 松口呀 眼儿别怕 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孩子 你从哪里来 你母亲是谁 我从华夏镇一来 我母亲是女魁士 你母亲出什么事了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母亲去世了 我被一群大坏蛋猪来的 她一向身体健壮 怎么会去世的 她 抛腹收下我 伤口一直没好 后来遇到大汗 这就对了 这是西域的起类生子法 孩子 我可找到你了 主人不能轻易相信他们 我来问问 娃娃 你母亲胳膊上可有什么标记 蒋儿别怕 告诉他们 我母亲胳膊上 有个像花朵一样的伤疤 是小时候跟表哥一起玩耍时 受伤留下的 对对 孩子 我是你母亲的表哥 蒋儿不错 他就是这里的主人 也是你的舅舅 对啊 蒋儿 我是你的表舅 可你们是坏人 你们欺负我们 还要抢我的东西 这 我们 主人 主人 出什么事了 这么急急忙忙的 鬼屋带着人 已经到大门口了 哦 不是说中午才能到吗 怎么这么快 主人 如果他知道这孩子在这里 我们可就麻烦了 怎么办呀 您先去 尽量拖延时间 我来想办法 是 主人 走 大巫师 大巫师大驾光临 有时远迎 让您久等了 看来犬德不欢迎我这大巫师呀 等得我都要睡着了 我家主人听说大巫师要来 正忙着给您挑选最肥的羊呢 哦 是吗 走 看看去 哎呀 大巫师 又辛苦您大老远的跑一趟 小心地上 别摔了 为全容大王办事是我们的荣幸 怎么能消苦小累呢 是 是 请您来清点一下 嗯 去数一下 是 大巫师 三十只 一只不少 三十只 选德 你这太不厚道了吧 大巫师 您这话什么意思 你瞧这些羊 瘦得跟骷髅一样 我带回去没法交差呀 现在正是羊飙肥体壮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羊了 别怀我说瘦就是瘦 是 是瘦了点 要不这样 我再出五 十头 您看 瞧瞧 这就叫气魄 你刚刚说 五头十头 还是五 走了就好 哎呀 有件事差点忘了 大巫师还有事 你们这里的华夏人里有个四岁多的孩子吧 四岁多的孩子没有吧 没有啊 别骗我了 我这都记着呢 你看看 哦 有个小孩带回来的路上生病死了 不会是你半路把那孩子卖了吧 回来再跟你家主人说是半路死了 主人 这 大巫师 我这老管家一向老实不会干这种事的 我不信 来啊 把这里的人都找出来 我要清点 都站好 不准乱动 大巫师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 好 我来看看 你老头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可能是上次大巫师来的时候见过 是吗 别怕 抬起头来 今天多大了 我六岁 在这里有一个比你小些的孩子 他在哪里 有没有比我更小的了 小孩子是不能说谎的 所有地方都搜了吗 好像 哦 还有那个地方没搜 那还等什么 快进去搜 你进去看看 为什么又是我 什么都没有 谁在里边 救命啊 救命啊 他叫人把大黑拦住 大黑是我们的阳王 他发起标谁也拦不住啊 嘿嘿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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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黑 大巫师 里边什么都没有 就有一只羊 没用的东西真丢人 大巫师 确实没有您要找的四岁小孩吧 打扰了 我们再去别的家找着 小的们 走了 管家 去送送大巫师 是 慢着 把这个小孩带走 不要抓我 救命啊 放开这孩子的人 这 哎 去吧 去把大门关好 陆大叔 陆大叔你没事吧 陆爷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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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 姜儿我没事 不要哭啊 习乎哥哥 又被坏人抓走了 怎么办啊 陈德主人 我有话对你说 ,把其他人都带回去吧 是 老人家 你说吧 我现在必须带简离开这里 鬼屋已经走了 等我安排好 再给简儿找个安全的地方吧 欺负那孩子胆小懦弱 简的事情瞒不过鬼屋的 现在我们走或许还来得及 老人家 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但是简儿交给你 我很放心 我马上安排人准备些东西 你们从后门走 全德大人 希望你们的白狼神有灵 能保你们平安 走吧 快走吧